我是一个高中物理老师 去年下半年开始学 你的那个道德经庙节 然后从今年三月份开始 我就在课堂上 带领学生恭送道德经庙节 每天早读的时候 虽然自己无名为迫 虽然还是以忙以忙 但是已经为道德经庙节 在学域高原的传播 卖出了一小谷 今天我的问题是 昨天听了师父的开示 就说世界上它有善恶的存在 但是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好恶 去判断善恶 当时师父是这意思 我下去之后一直没想明白 就是说 不以自己的好恶去判断 世间已经存在的善恶 那世间存在的善恶 它们又是以什么为标准呢 我们怎么知道 自己判断的善恶 是否符合已经存在的善恶标准呢 有点困惑 请师父开示 好 他刚才讲来讲去 好像有点在绕口令 但这是一个一般人不容易厘清的一些观念 关键 我讲的世间有是非善恶 有因有果 并不是说世间没有是非善恶 是有 问题是 十项上的是非善恶 跟人 个人 所界定的是非善恶 往往会有很大的落差 往往会有很大的落差 也就是 如果我们有自我的私心 你从自我角度出发去看 你有私心 那你所界定的是非好坏善恶呢 你认为 这是我亲眼所见 我亲耳所听 你认为绝对没错 事实就是这样 但是要知道 一般人不知道 我们被我们的感官所欺骗 你看到的只是片面 你认为的是 未必是真正的是 你认为的非 未必是真正的非 你认为的好 未必是真正的好 你认为的不好 未必是真正的不好 你认为的坏人 未必是真正的坏人 你认为的好人 未必是真正的好人 记得 只要我们有自私 只要我们有自我意识 但是我们的判断 往往会跟实相有很大落差 如果你没有这样警觉的话 你很容易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被我们习性的论断所误导 所欺骗而不知道 世间的那些引起各种冲突的 是非善恶 正是这样所引起 因为你有你的是非 他有他的是非 别人有别人的是非好坏 结果呢 实相 真理实相只有一个 问题是 不同的人看了之后 所得的结论 会不会一样 不一样 除非你来到 无我无私 你没有任何的私心 你所看到的就会一样 当我们有自我意识 有私心 我们立场有所偏颇的时候 我们就会站在我们的立场来看 就很容易只看到片面 看到片段 没有看到全貌 而一般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 用我们的好物去界定 用我们的立场去看 结果我们只有看到片面就下论断 这个是人类要把格局提升上来 道德经就是协助我们 你要超脱那个过去狭窄的视野 过去那个偏颇的视野 很多人会不以为然 认为我是大学问家 我是科学家 我是什么专家 我很懂 我看的都很客观 我看的都很绝对 好了 偏偏就是这种观念 让自己一直处在很狭窄的视野 很狭窄的世界 很偏差的世界 自己看不到 道德经的智慧就是协助人类 你提升上来 不要在过去那个习性的思维 运作模式里面 提升上来 来到高等的视野 高等的心灵 来看 你才会知道 原来过去我们的论断 是那么的偏颇 而自己不知道 我们视野是这么的狭窄 而自己不知道 我们对真理实相的认知 是很片面的 包括当今 科学界 科学家也是一样 他们认为的很客观 他们认为的很科学 但事实上 当一段期间 人类继续在成长上来之后 才会发现 以前认为的科学 是不够科学 以前认为的很客观 原来当你提升上来之后 才知道 原来以前认为的客观 那是在自我催眠 自我欺骗 当你真正提升上来之后 才知道 原来以前看的是 很狭窄的角度 所以 道德经就是协助我们 要跳脱出 我们过去 习以为常的思维 模式 习以为常的 论断模式 这个就是 我们要自我挑战 自我提升上来 所以 请大家了解一点 道德经就是 协助我们 迈向 高等的心灵 把视野打开 把格局打开 当你真正提升上来 你才会发现 真的 这个世界 不是我们过去 所想的那样 不是的 不是过去 我们站在一个狭小的角度 所看到的 不是这样 所以道德经就是协助我们 尽量避免 以离 侧海 以管 亏天 这个含义很深 并不是否定人类 而是 协助人类 要成长上来 提升上来 你才会知道 真正的真理是什么 这样了解 我再补充一下 比如说 我讲说 一个人如果站在 那个自我的好物 自我的角度 你有所偏好 你就 没办法客观的看清楚 全世界 有很多的宗教 宗教里面 又有很多的宗派 好了 如果你 很沉迷 在自己 所喜好的 那个宗派里面的话 你就会把自己的宗派 变成为 是最好 当你这种 最好的意识一出来 你很容易就 怎么样 排斥其他的 排斥其他的 瞧不起其他的 所以 你要从 超越宗派 来到 融合整个宗教 这个就已经不容易 因为宗教里面 又分很多的宗派 你要超越这个宗派 来包容其他的宗派 就已经很不容易 再来 好 就算你的格局 能够提升来到 超越宗教里面的 各种宗派 然后来到 融合整个的宗教 但是要知道 只要你这个宗教的意识 越强烈 要知道 你那个壁垒 是越坚固 这个宗教意识 很不容易突破 为什么跟大家 勉励我们不要搞 盲信 不要搞迷信 我们不是在搞宗教信仰 我们是要求真理 我们是要了悟宇宙真理 了悟生命实相 本来宗教是要协助人类 去成长 来到了解生死大事 了悟真理 可是当宗教变成是一种信仰的时候 当宗教变成一种信仰的时候 人类的格局就局限在 某种范围里面了 当这种信仰你越坚固之后 你越不容易突破 这些界限翻离 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界限 都有它的围墙 都有它的翻离 所以那这个翻离里面 又分很多的宗派 每一个宗派又有它的翻离围墙 所以如果你把自己标榜 我是某个宗派 你就局限在这样的世界 那其他更广大的世界呢 你看不到 因为被我们的习性思维 把它排除掉 在这个宗派 你现在突破了 好 你来到整个宗教的范围 但是要知道 宗教与宗教之间 又有很多的壁垒 又有很多的界限 往往一般宗教都会强调 我们的宗教才是最好 我们宗教才是最高 那对其他的宗教呢 又是认为别人是邪魔外道 别人是低的 别人是不了意的 这个就很容易形成 自我优越 所以宗教的意识 很不容易突破 世界上的各种战争 各种冲突 最不容易化解的是 宗教的意识冲突 所以大家要了解 当我们有这种局限性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就只有局部的真理 不是宇宙客观的 是真正的真理实相 当你把自己标榜 我在某个范围 我是某个宗派的继承人 我是某个宗教的什么大师 好 当你有这种 把自己标榜在 我在某个范围里面 好了 要知道 这个范围之外的 全部都被我们排除掉 或是用那种 自我意识的优越感 去包容别人 那个都没有平等心 当一个人没有真正的平等心 你就很难客观的去认清 这个围墙之外的实相 所以当我们处在围墙之内 你界定的是非好坏善恶 都是这个围墙里面 大家彼此在熏悉的观念 你这里有你的是非好坏 围墙外的另外一个团体 他们又有他们的是非好坏的观念 而这些界限都是 人为所制造出来的 大自然的真理实相里面 没有这些界限 道德经就是引领我们 来到认清真正的宇宙的真理 真正的实相 让我们来到没有自我意识 没有那些自私自利 没有那些心胸狭窄的观念 让我们超越自我的格局 然后来到真的 视野打开 心胸度量打开 你才能够认清到什么是真正的真理 这时候当你无我无私的时候 你所看的是非好坏善恶 那跟实相就会相符合 这样了解吗 感谢观看